她是陪伴了几代中国人成长的典型小孩 你不要看三毛这么几笔几话 每一话都充满了感情的 新进出版的三毛白去记 刷新里对三毛的固有印象 那个时候的三毛有爸爸妈妈 还有个妹妹 三毛形象诞生八十周年之际 张乐平先生之子张卫军 三毛的扮演者王龙基 与您重读三毛故事 重温经典作品的力量 各位好 欢迎来到读书 我是主持人李潘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 我估计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听过或者是读过 他这个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小男孩 他身世凄凉 历经磨难 但是呢 既调皮又可爱 还很倔强 充满了正义感 今天这个陪伴着几代中国人成长的小男孩 就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让我们掌声有请他 欢迎您 欢迎您 你好 我看大家笑了 不是说小男孩吗 怎么上来个老先生呢 您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龙基 这个三毛流浪记是我1948年到1949年排的 你现在已经是66年多了 是您扮演的三毛是吗 我扮演的三毛 三毛流浪记中 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王龙基先生 请坐 这就是王龙基先生 八岁的时候演的三毛 也就是说 三毛离我们 如果算起来这个人物形象 从他创造出来 一直到今天 已经是80岁了 80年了 就张乐平先生创作出这样一个人物形象 而这个三毛呢 可以说是在咱们中国 是一个最最经典的漫画人物形象了 现在要不然这样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好不好 三毛流浪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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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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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